丹麦收视率最高的电视节目《国家二台》的体育频道 2022年8月27号推出了由丹麦最受欢迎的主持人 前羽毛球世界冠军卡米拉玛丁女士领衔的团队 经过长时间的采访调查 顶住巨大压力 推出了前中国羽毛球世界冠军 叶昭莹女士揭露的2000年奥运会 让球事件和中共体制的黑暗 以及她和其先生 前亚洲足球先生 郝海东先生及家人被共产党陷害的调查报道 现年48岁的叶昭颖说 这是她在2000年作为世界最佳羽毛球运动员时 发生了事件 她成了中国奥运会阴谋的牺牲品 这个阴谋就是为中国夺取金牌 而对付丹麦女单选手卡米拉玛丁 你感到非常无力 因为你是独自对抗整个组织 奥运会几乎是运动员一生中仅有的一次机会 所以当我不得不输掉比赛时 感觉真的很难过 但是作为一个个人 我对这个组织无能为力